半夜睡不著覺 請寶爾唱首歌 唉唷 唱歌還蠻好聽的 重點是 鮑爾深夜要開口了 會不會如分析師所說的 A 歌派的說法出現 但12月台股 天地賺萬八 欸 福利市長好認真喔 周末還加班 0050、0056 新增股 周末當初 我們告訴你這些股票 地漲地利 再發威 不堪會後悔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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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 0050、0056 新增股 周末乾初爐 就剛剛而已啦 燙的啦 禮拜五下午啊 乾初爐的這些新增股 等一下要告訴你 臂展定律 再發威 哇塞 還有12月台股 怎麼樣 鐵定上萬八 鐵定上萬八 真的嗎 包爾深夜又要開口了 又要開口了 又要開口了 又要開什麼口呢 可是說開口 有時候最怕是愛在心口 愛在心裡口難開 愛在心裡口難開啦 是 今天你的那個 最愛的老師也出現了 真的嗎 口難開 欸 欸 鏡頭弄錯了吧 怎麼會這樣啊 鏡頭抓錯了吧 欸 那應該抓誰 欸導播 鏡頭應該是抓我 抓你是不是 有有那個愛在心口 愛在心裡口難開 那個愛要打對字喔 阻礙的愛好不好 喔 好不好 阻礙的愛 可是Eason老師聽說 最近喔 好像你有對他冷淡了一點對不對 你以前禮拜我都會變裝 現在已經不想為他變裝了 因為呢我們要以 變心人 要什麼 以毒攻毒 因為他對你很毒 他對我忍暴力我也要忍回去 欸他忍暴力 講忍暴力三個字 講好多次耶 哪有 講第三次而已 忍暴力怎麼辦 沒有啦 沒有喔 阿現在心思已經沒在你身上 他這樣覺得別老師比較帥啦 好不好 就坤仁跟陳彥選一個 那希望你對他實施 暴力 暴力 有擁抱的暴 這個 這個好 冬天很冷 然後就不想講太低級 這是你這樣的困境 對 對 我本來要講性暴力 講不出來 對 你看 你看 沒辦法 性暴力不能講阿 你現在講的 不是不是你不是這樣講 是不是 不是不是 是冷漠性 的暴力 是不是冷漠 簡稱冷漠性暴力 不就好了嗎 是不是 你在講的就是那種猥褻的表情 他都說你在幹什麼 我們今天什麼 我們今天吃肉夾膜 肉夾膜 還有萬波飲料 肉夾膜就是 這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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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一下音 收一下音 很脆阿 我要說為什麼喝萬八 不是萬八 對 萬波就是萬八 萬波 我就是要講怎麼樣 這樣主持人不行 那為什麼要吃肉夾膜呢 為什麼 這聲音有收到嗎 有 讚耶 因為包我都要開口了 包我都要開口了 包我都要開口了 因為他可以吃 聽到他酥脆的聲音 喔 欸肉夾膜 這聲音你那邊咬 我這邊都聽得到耶 我吃飯 好酥脆喔 我覺得我一直吃在那裡 我覺得不舒服 這是有加孜然粉對不對 對這種孜然粉不太習慣 可是蠻特別的 中國漢堡 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分析師 看怎麼樣 等一下飲料我再順便喝一口 好 請教第一位 對你實施冷漠性 冷漠性的暴力 暴力 還是冷漠的性暴力 暴力的 沙依沈老師 你好 現在都太直接了吧 對啊 太直接 你們太直接了人家很韓劇了 對我覺得這個 鼓勵 股票要有暴力比較重要 對啊 那這個肉 喔 利潤的利是不是 對 要爆賺 那這個肉夾膜真的是 勾起我在這個北京 讀書的回憶啊 北大 然後讀北大 剛剛說 欸 他這樣子 喚起我在北大的回憶 你看 喚起我在外資工作的回憶 一講就知道他要學經歷了 對 好厲害喔 對 這個肉夾膜確實在這個 那邊的這個食物 確實都會出現 有點像台灣的掛包 喔是喔 對 那這個孜然粉真的也是在 大陸那邊一個很特別 就是你在路邊攤都會看到這個 新疆烤肉 那一定會放這個 孜然的味道 對 好吃嗎 其實這樣不錯吃喔 還剩道地嗎 肉還不錯 還剩道地嗎 對 那感覺你老實吃得很斯文耶 要不要整個一口吃看看 他只是勾起我回憶啊 但我沒有很喜歡吃 哈哈哈哈 他真的有點難過 你對他態度不太一樣 啊變了新的女人啊 回不去了 就像全人打一樣 回不去了 好不好 可是伊晨老師的股票 怎麼樣 倒是我以為 很想去 有暴力喔 很暴力喔 很暴力喔 來 小小鼠M168 168 好 伊晨老師 這個LINE 記得要加好不好 血精力還蠻豐富的 請到第二位 真的蠻喜歡吃肉夾膜 跟我一樣的 也是一個好先生 好男人 陳坤的分析師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真的沒有吃過他 不過我還是要講 剛剛伊晨是外資出生 我是本土比較土一點 所以第一次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蠻好吃的 而且很酥脆 他真的可以收音收得到 嗯 蠻特別的啊 好厲害喔 厲害 可是我跟你講 他自然粉太重了 目前感覺都在吃 自然粉的感覺 不是不喜歡吃 就是特別啊 好 坤老師 坤老師今天帶來什麼 帶來那個0050 對 0050跟0056的成分股 好不好 幫拿這個選股 坤老師的LINE 來 小老鼠DAREN 巴巴巴 嘴巴 含在嘴巴裡面 好不好 坤老師第三位 現在看起來是Coco今天最愛啦 是不是 欸真的嗎 為什麼 齁齁齁齁 你好 這個齁 勾起我過去在大陸 大陸巡迴演講的記憶 真的喔 有巡迴演講 然後巡迴演講 來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喔 巡迴啦 巡迴一圈喔 對不對 其實我好像受大概巡迴的36圈 那你講什麼 我跟你講喔 36圈 你講什麼語言 蛤 我講 我講什麼語言 我講當地的方言 好厲害喔 對對對 當地的方言是中文 喔 他講什麼 他去哪邊都講幹話 對對對 好吧 是不錯 而且這一個就會飽咧 這份量我覺得還蠻多 我覺得自然粉的味道 蠻好吃的 可是自然粉的味道 這個點我跟你有點像 就是我確實不太愛自然粉 我也對 像我去那邊吃他們的羊肉蒜 我也叫不要灑自然粉 就是他們撒自然粉 撒太濃的 台灣的羊肉蒜比較好吃 台灣的羊肉蒜灑自然粉 會撒正常 一點點就好 太多就蓋掉了 你現在全部都在吃自然粉 他其實不要自然粉 也蠻好吃的 不過其實確實 自然粉其實才是主菜 很肉是配餃 他是要把水餃跟我們喝一樣 他們水餃基本上等我們的鍋貼 你知道嗎 水餃皮都很硬 很硬嘛 很奇怪啊 硬還不好吃喔 他們跟爸爸引起就不一樣吃法 台灣人比較喜歡脆胎 你說 所以陳醫老師有沒有說的 沒有 說什麼 說完了是不是 開不了口 無話可說 欸你可以不要吃那麼多 等一下你又開始發呆了 好不好 不會喔今天還有我的角色不中 還有你的角色不中 還要偏龍告 來啦喔 那個我們來看一下陳醫老師怎麼樣 小老鼠GP520 陳醫老師的Line 是的 那我們三大保證 三大保證 什麼 不推量小股 沒有推量小股的喔 我們股票 如果我跟你講喔 你可以都自己留言質疑我們 我們絕對精神奇質疑疑的 我們沒有推量小股票 我不會說出貨給你 我們不配合主力出貨喔 沒有不屑 而且我們也沒有業配 你看我們節目已經三四年了喔 三四年的 真的啊 超過四年的 超過四年的 超過三年多四年了 我們什麼時候有支付性行銷 完全沒有 我們絕對不像陳醫老師 什麼支付個002929 然後做個1000億 規模一開始臭屁起來了 請問不要主持 這叫錄不錄的 下禮拜一直接給你講去秘售 對啊 對啊 去過他的大壽 過他的60歲大壽 60歲嗎 看不出來耶 不容易喔 你看 我都60了 看起來跟30歲小伙子一樣 30歲 30歲是誇張了吧 不是你亂講 看起來像八歲啦 八歲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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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像八歲 這個好笑 這個叫點你有喜歡的 八歲 他以為你要說八十 不是像八歲 行為 智商行為很像八歲好不好 好可愛 就是活在當下 就是最純真的笑容 你不覺得陳燕老師是最純真的笑容嗎 對啊 最純又最真 對啊 最純又最真真的啊 很少人像他一股灑勁 他就一直上通告上通告 對 這樣 有時候其實我覺得有些通告真的很難散的 可是陳燕老師會覺得 哇我都愛上 愛上 他是一股灑勁做事情的人 他是深愛這個行業 所以我們不制度行銷喔 不會夜配任何ETB跟股票喔 也不會像陳燕老師喔 再簡單一次 注意風險喔 我們最好不要開開眼睛通知 這我們福利是很大保證 我們最近典禮不錯啦 先根本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喔 好不好 記得鎖定我們節目喔 謝謝 謝謝 你的粉絲都跑到我的 這粉絲來 夜來留言 夜來留言是 真的討厭 怎麼會這樣 開玩笑了 我一定都不介意好不好 變興奮 對不對 你很多女粉絲也在跑來這邊 被我比愛心啊 好好好 我也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 因為根本就沒有 好啦 不可以拉迪賽 我們來看 下一代演財經大頭條 來來你來 你們兩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沒怎樣啊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 為什麼 沒事沒事 感覺你變心了 你有什麼變心的 我有感覺變心嗎 對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你看 就是其實沒有啦 我只是想要演示一些 這件事你有沒有跟家裡人交通過 你可不可以他這要問出來了 演示一些什麼 快點 也是一些 就是花心的感覺 所以你不要太花心 對 好 真的 我懂了啦 你什麼 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不要讓人家覺得說你很花心 然後因為這樣子 Eason就對你越來越冷淡 所以你現在要專注的對Eason 看他能不能挽回 他意思說現在要故意調Eason 對 可是我覺得沒有 他是真的對現在對Eason 比較冷淡一點 那會是誰啊 沒有你掉 所以Eason 你想要掉他的時候他會想說 太好了 太好了 終於離開我了 終於離開 不是 Eason老師你這個時候 你又我要對他好一點點 是不是 我都對他蠻好的 你對他蠻好的是不是 Eason老師 今天知道你都不理他 你自己看 注意看喔 換搭 Eason老師今天怎麼樣 穿新領帶 哇 這個表 哇 這個專介 我看都可以迎娶別人了 隨便帶一個都可以馬上迎娶的 好不好 這個還看不出來嗎 這叫愛在心裡孔難開啊 好不好 是不是 原來是這樣 他之前沒有穿那麼帥氣的啦 他這可能是不好意思的 你要了解他 我會了解他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報爾的口 報爾這個122號會開什麼口 先來看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經濟數據 因為這個禮拜來講 還是有公佈這個所謂的 核心PC 公佈出來是符合預期的降數囉 所以年增3.5% 市場預期就3.5% 月增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符合降數的這個預期 就是說通膨目前啊 不管是這個核心通膨啦 還是一般的通膨率 其實都是 呈現一個降數的一個機會喔 那目前你會看到說 這個出領失業金的這個人數啊 欸也是 跟預期差不多 這個也是市場樂見的 所以你會發現 之前10月份 對吧 這個很恐慌 漲到很高的這個美債之率 欸 持續往下來做 這個溫和的來做降低喔 所以目前到12月這邊啊 你看到了 10年的這個債息啊 來到4.3附近 4.2附近 然後前年還創新低對不對 對啊 創新最低了 對 所以這個恐慌已經這個完全的消去囉 然後代表是就是降期 至少 不升息是確定的事情對不對 對 不升息是確定的 對 因為在這個幾個月之前還有認 還有這個市場在討論啊 第四季有可能會要 升息一馬 欸但目前來講話已經確定下來 確定了喔 真的謝謝老師好不好 不好意思我看珍珠 那個珍珠滿好吃的 叫萬八對不對 滿好吃的 萬波啊 萬波 昆仁老師居然沒有珍珠欸 為什麼沒有 為什麼他沒有 為什麼他沒有 你在暗示他 你在暗示他什麼 我沒有 沒料 暗示他 沒料 你怎麼這個沒料 你怎麼知道 不是沒料 你在暗示他很細嗎 而且老師不是這個意思啊 欸你怎麼沒料 你怎麼很細 欸 欸你不要難過 我也沒料 而且我是烏龍啊 烏龍 欸烏龍沒錯欸 對啊 欸三個人 陳月老師 烏龍 在暗示欸 說我烏龍欸 昆仁老師沒料 不是 沒料 沒料又烏龍 意思有 這才是冷暴力 你這個鬼輸的 欸這才是冷暴力啊 你意思是老師輸的 欸 看你啊 欸 這才是冷暴力啊 欸 欸聽我講一下啦 我每一杯 我都很用心的挑選欸 你的烏龍就是烏龍 沒錯 這裡才有 你的沒料 粗的粗的 粗的粗的 我來解釋一下 老師這一杯呢 叫做島嶼紅茶 因為老師呢 是 他要你隔離到外島去 唉唷 他是本土分析師 所以 島嶼紅茶 就適合他 走不出國際啦 不能出海啦 困擺人高 你看 欸 你罵得蠻順的欸 對啊 怎麼會這樣啊 越鳥越黑啊 不要激動好不好 聲音剛大很高 你把他聲音還是幫你調小聲 這個 我只問你一件事 島嶼紅茶比較貴 還是 醫生老師 奶茶比較貴 你想也知道有加奶嗎 他想要加奶 請他吸奶 欸對不對 沒料 沒料的昆仁老師 是沒有珍珠 搞烏龍的陳彥老師 對啊 又搞烏龍又沒料 好戲的昆仁老師 然後他想吸奶 你看 唉呦 不要污蔑我們 結果他說昆仁老師 什麼好戲 好力戲 給你吸的吸管 好不好 所以他對你還是不錯 老師你喜歡喝珍珠奶茶嗎 喜歡 好我記起來了 我下次就唯獨 昆仁老師有珍珠奶茶 不要假啦 下次還是一樣的 兩個都有啦 所以他對你還是不錯 你的是最粗的 好不好 這拿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萬波 萬波 真的蠻好喝的 你也覺得蠻好喝的齁 我去蠻好喝的齁 好喝啊 萬波 所以還是有差啦 只是嘴巴沒有莫愛飯啦 私底下還是不錯啊 好來喔 笑得很開心 老師 所以也是一樣啊 也是愛在心口 愛在心裡口難開啊 上次說法跟最近說法不一樣 欸 今天晚上 就是禮拜五 深夜十二點應該說禮拜六 一開始的時候 凌晨的時候一開始 怎麼樣 要公佈我們新聞 對那這一位來講是這個主席啊 鮑威 那你看喔 他上一次在這個 11月10號的說法是什麼 來看一下喔 他說啊 欸毫不猶豫要什麼啊 收緊貨幣政策 以目前來看不升級 是沒有收緊嘛 而且他還說了 不希望利率啊 提的過高 但是現在是連提都不提的嘛 對吧 現在市場來講的話是說暫停的 那 這是鷹派啦 綠色是鷹派嘛 之前說要收緊嘛 現在又說 欸又一會說收緊 又說 可是不要利率提的過高 對但是他還是保留說 他還是可能會這個升級 在上一次的說法當中 但是欸這一次來講話 就剛剛講的 這個凌晨的這個午夜啊 要來做這個爐邊談話 那會不會釋放出 歌派 完全歌派的一個言論 那就會帶動台股喔 嗯 這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聽說最近費的觀點啊 像窩了 我們前天講話 對 福利社有講以後 頭髮新聞有講喔 鷹派的人都變成歌派 聽說這個梅斯特 鷹派也變歌派啦 對 剛剛講的那個沃勒區 就是所謂的這個 新的鷹網嘛 鷹網啊 他都說了未來五到六個月 要來做降息 是很有機會的 欸他不是說我不升息欸 說不升息就很低 還是說降息欸 對他說六個月內嘛 所以而且他 他還是有投票權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鷹網啊 都已經快倒戈了 是 投票權很重要 另外一個梅斯特也是 好梅斯特也是喔 對 然後你看到他上次講的 欸這個降息啊 目前上市場上是什麼 是不用討論的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利率有可能會更高 他上次講的 對他上次講的 結果他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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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變到什麼 欸支持12月份暫停升息啊 對不對 通膨區的進展 欸他們都其實討論到通膨嗎 對他也是倒戈啦 都討論到通膨 所以代表通膨真的有機會下滑 對 但是你覺得這個月通膨 就是12號公布的通膨 會不會不錯 我覺得確實都是往下滑 往下滑 因為你不管看什麼油價啊等等 其實都是 都是往下降 房租租金看起來都會下滑嗎 對 12 12要公布11月 12月12號公布11月的那個CPI 上次10月的CPI是3.2 你覺得還會往下滑是不是 我覺得 對會看到二字頭是早晚的事情 那我看到二字頭 二字頭應該就會噴了吧 對啊就早晚的事情 哇早晚的事情 好老師那就會噴喔 再來一個 亞特蘭大的這個主裁啊 欸這個這個總裁啊 他下面講的 欸目前利率足以讓通膨降到2% 原本就比較鴿派了 但是欸他現在又講了更鴿派吧 對 2020 2024年底 會降息 而且相信通膨持續下行 對吧 維持鴿派 利率夠了 對 可是利率夠了 有暗藏的可能 我暫停這個利率 我沒有 可是現在直接講我要降息 他支持降息 降息了 然後暫停升息 很本來說要升息了 便要 至少不再升息 對 哇 陰也轉割 割得更割 對 都倒割啊 謝謝老師準備這份非常奇的資料 那你知道 這費得的走勢 其實這個所有的台灣股市 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 去年12629點 為什麼可以漲到現在1萬7000多點 再創新高 其實就是通膨 我們一直講 我們專業老師都一直講 告訴你這些通膨 而且我們是一個一個逐一來逐字稿 然後每一個字句 比這些報章雜誌 還告訴你更 detail更深入的 欸一看就知道真的陰變割 謝謝老師我們去看下去 好 所以目前啊 我們幫大家做統計 因為今天12月1號 接下來 下個禮拜正式要來做這個12月行情了 我幫大家統計 過去20年12月份的一個行情怎麼樣 來 過去20年 上漲機率85% 也就是說 過去20年漲了17年 對不對 上漲機率85% 這個 這個機率是很高的 因為12月份啊 以這個機率來講是全年 任何一個月份當中最高的 對不對 因為通常啊大概大於五成 對吧 你可以說這個勝率就已經高了 那六成可能很高 但是12月份不一樣 漲的機率竟然85% 對不對 那平均漲點200多點 平均漲幅2.6% 所以你看到右邊那個表格就很清楚了 對吧 再把它拉遠一點沒關係 這個過去20年 你看只有三個 三個年度是下跌了 其他都是紅的 所以12月份真的是不會有人錯過 或者說不做的 對 那尤其我們會幫大家標註了 因為明年剛好是大選年 那所謂的這個三角形的點啊 就是說 這個隔年1月份要大選 對 在2011年之後 這個大選提前移到這個1月份 你看 這三年 2011 2015 2019 應該說隔年1月要大選 當年的12月份 應該說 前一個12月份也是都上漲 這打勾的是那個前一年的那個大選年的前一 大選年的前一個月 對對對 12月份都漲 也都上漲了 有沒有2020年選舉就是2019年 對 2015 2016 前一年2015年12月 對 2012年 對 前一年2011年都上漲 哇老師而且去年12月是跌的齁 對 但是去年其實11月份大漲 因為漲很多了啦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說關注一下說這個大選年前的 這個幾率都還是上漲 喔 那我們看一下2023 等一下看一下 12月算是跌了 可是我印象中1月好像漲啊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啊 對那1月不漲 來1月我們看一下 2023年就今年1月嘛 對今年的1月份 來 1月份老師有氣嗎 有啊 氣啊 氣的齁 對韓國車氣啊 氣啊氣啊 老師現在也 我們也變幽默了好了 氣啊氣啊 這邊還是有踩一段 有沒有1月 欸1月漲滿多的耶 1月漲滿多的啊 所以12月跌沒關係 所以12月真的跌 反正月跌要買 所以12月根本票反保證嘛 對不對 基本上都在漲 跌了之後 反而1月大部分給你補漲啊 對 這個老師已經告訴你 12月不做多的真傻瓜了 對我這麼說啊 回到那個機率表 這個 我們說這個翻印幣啊 人頭跟字五十五十嘛 現在告訴你說 人頭機率85% 你會去下字嗎 不可能吧 對啊 所以還是會玩 那當然來講我們 這個做投資啊 不是說這個賭博 所以你只要做好 正確的篩選股票 其實賺錢的機率是很大的 賭博就是你不知道機率 投資就是你知道機率 投資跟賭博就差在那邊 抓勝率 這是勝率 你了解勝率 其實你了解勝率 就算51% 你也可以賺到錢嗎 可以 當然過去貨利不帶有未來保證 可是說實話 這一季為什麼 為什麼最近十一十二月長成這樣子 十月長成這樣子 你看跟去年不是一樣 去年是12629點 那一下長到15000點 就是 第一次季就最好做行情 老師也一直講十二月行情 之前也講過十一月行情嘛 對不對 那你發現到十月好像有回答一點點的時候 可是看起來 十月有回答 我記得老師那時候有做個資料 十月他看起來大家也覺得會漲 很多人覺得會漲 可是十月看起來沒漲 可是反而是最好的買點 對 好特別喔 所以選舉前或十二月 老師都有 一成老師其實都很關心 這個每一個月統計的數據 以前做統計 統計學應該不錯吧 對啊 幫大家做過統計 那你這個成績應該不錯吧 都很好 不需要讓別人3%6%吧 對啊 好不用喔 3%6%不用了 不用了 過去式的過去式 沒有什麼統計誤差 所以老師這邊告訴大家 十二月散散機率85% 老師也是學霸等級的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台灣股市 展示點 展示點 這個展示點我覺得這個 如果 我只要問一下 展示點 還有沒有展示 一定有 今天這個展示點 其實是最後一盤 由黑翻紅 那不是很刻意嗎 而且他就是盡量的去玩 往這個所謂的前高來做靠攏 是 所以也就是說啊 這個搞不好下個禮拜 就約過今年前高了 對 這是非常有機會的 因為昨天道琼也是大漲520點 也是刷今年新高 所以 那個貴買更不用提 貴買早就已經在刷今年新高 所以我認為大盤早晚的事情 對啊 大盤早晚的事情 早晚的事情 17463 對 18000呢 18000才是大目標 17463小目標 所以我覺得先過 然後呢 先過今年高點 對對對 過了些興奮 閃不就回來了 對 然後我們換一下這個所謂的月線 然後下面放外資 月線跟外資 對 11月份在昨天正式收了這個月線 大漲了1400多點 外資買超多少 買超2400億 買超2400億 過去來講 你會覺得說外資買超1億 可能台股漲一點 結果台股11月份漲1400多點 外資不只買超1400億 還買超多1000億元給你 2400億 我認為這個會持續下去 也就是說12月份啊 如果外資能夠再買超千億以上 那台股應該上萬八沒問題 如果千億以上 台股有機會上萬八 對 這跟大家講 所以 在這邊 還是有機會 外資持續的買超 阿關老師 會上萬八 還是17463先突破了 會就在下個禮拜了 我認為會啊 會喔 應該說下個禮拜可以先看前高 然後呢我覺得在年底的話 前高是17463 不過以收盤價來說 其實已經是突破前高了 已經突破先高了 只是那個引線還沒過而已 那我覺得這邊不是都什麼問題 因為外資在買 然後新台幣匯率在升值的趨勢 那這個指數的話 我覺得空間 就往上是有機率比較高的 那距離比較高 老實在我很認真要問一個人專業的問題 好 老實請問一下 那個很細的島嶼紅茶好喝嗎 我還是比較喜歡喝粗的 對 對 是沒錯 好我們上一個粗的吸管 啊 好喝嗎 好啦老實我記起來 OKOK 記起來 好老實你覺得有機會上嗎 是 陳佑老師他大盤會不會上 17463或萬八 看一下2330好不好 還是你 你會不會解一解盤 他就萬了我的題目 萬八 不會不會不會 忘吧 忘膚矮啊 混到烏龍 我可以講一下嗎 這個 怎麼會點個烏龍呢 他他 我從來沒有點過烏龍啊 你看他很不用心 他根本就只有隨便出力 烏龍派是不是有 你至少紅茶 你如果今天給我島嶼紅茶 我還蠻開心 我想喝紅茶 因為他喜歡搗蛋 對我喜歡紅茶 對不對 而且如果落在 在 無人島上 我跟哲哲你會選誰 這個給你歪回去 這個給你歪回去 好啦 那我認真講一下 你剛才問我的問題是什麼 對萬八 你問什麼 萬八 基本上我覺得看台積電 你看2330 你看最近是不是開始轉強 而且目前估計三奈米的訂單 明年會從占比5%拉到10% 所以我覺得12月很多佈局的單子會進 欸對齁 台積電有沒有可能是在創新高 調到財測 所以台積電上去萬八就上去了 對齁 就這麼簡單 不囉嗦 台積電 那台積電600元 你就一上去賞物會不會進來 因為現在賞物還不夠熱 你有沒有覺得老師 你覺得賞物有進來了嗎 我覺得很難 因為11月份真的不休息 對 你說很難什麼意思 閃戶就是還 都很難進來 第二波很難進來 他們還是不願相信 那好 那到600他們會不會相信了 我覺得會 就600瘋掉嗎 因為台積電好久沒600了 就不請自來 已經好久了 不請自來 所以先到600 閃戶才有信心 希望能上600 上600以後 剛剛挑戰17463 過行高 大家可能每個人討論 大街小街在討論 什麼 討論有沒有機會上萬八 甚至突破 1840018500 突破歷行高 希望拭目以待 貴買 貴買很強 貴買不休息 貴買這個禮拜真的很強 因為他在這個禮拜二的時候 就已經創新高 而且連續兩天都收高 那今天來講 他又 創今年新高 所以 這個所謂在大盤 因為在等待這個所謂的外資 是真正繼續再回頭買 但是那一支不等了 對 那一支真的不等了 所以那一支也表明說 第一世紀的這種作帳心態 那一支主力的這種 因為前面又多整理了三個月 這邊當然要怎麼樣 趕快拉上來 趕快拉上來 所以貴買已經 算是一個先行指標了 對 所以我認為台股要過前高 真的 真的不是一個難事 台股要過前高不是一個難事 好不好 希望如此 我們繼續看下去 來 周嘉全 欸老師我去 連紅啊 我跟你講五連紅有沒有 五周 五周制藥 我跟你講 這個老師之前有發現一個秘密 有沒有 就是連五周會散漲 看這個 看這個還不覺得你準 去年就講過了 來看一下 只要這個趨勢上來就是個連紅 嘉全看周K 你看幾次了 很多次啊 這邊從12629 五周 一周兩周三 五紅 這邊也是五紅 對 五周制藥 五紅 對啊 這邊是五紅 五夠紅 對啊 我現在都叫他那個 那個藥局的那個局長 對 五周 你看都五周 對 都五紅第四次 會有人說 五紅要不要休息 對啊那怎麼辦 那如果休息 那下個禮拜就是絕佳進場點 你要趁五紅的時候 你看你怎麼做 休息嘛 這邊買都還在穿新高啊 這邊五周制藥以後 在這邊 還是穿個新高嗎 對 可是你覺得不會是這一波嗎 不會是這一波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休息這麼久 因為12月份真的很難跌 喔 所以你只要有 回到你的12月行情 對你只要有一兩天 其實這個機會出現了 我覺得就積極布局 啊 老師啊12月 你認同就像我們之前福利社 好多人的討論 就是分析師的討論 就是12月這CPI你也覺得會下去 所以有可能公佈CPI後 他就有可能挑戰這萬八嗎 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嗎 對啊 所以12月 所以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CPI 還有可能12月下個禮拜 這個時間 我們要公佈 失業率 這些這些數據資料 看起來可能不錯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外資 小買超 今天比較買比較少 對 因為今天算是禮拜五 禮拜五比較清淡一點 休息也休息久了 前幾天已經買很多了 對 總不可能每天噴噴噴噴噴 對不對 又不像晨諺老師嘴巴說而已啊 欸 我以為你要說不像晨諺老師可以每天噴噴噴噴啊 噴口水啊 噴口水 真的他跟我講話我都要離他很遠 我都怕噴到啊 上次我跟他講話 他不知道為什麼就穿上雨衣了 對 這麼嚴重的水嗎 真的真的 而且一直冒汗 我真的冒汗 因為那不是我 我不是汗 那是你的水啊 是是是 好 重點什麼 行走的肺炎 就是不要亂噴口水 噴人口水以後才會 害人家肺炎嘛 對 什麼人會害人家肺炎嗎 愛噴口水然後每天講肺炎的人 請走的肺炎 欸 你不要會 你不要 不要 畫面給他嘛 我們上一次 誰是會講肺炎 欸還是你 行走的肺炎 行走的肺炎老師 老師安老師你就是講話比較精簡 行走的肺炎 行走的肺炎老師 多從病毒來言 對最近這個真的是 這個有點可怕啦 那當然來講話最近來講 這個其實 在入境這邊就來做是個篩選 目前是沒有看到一個大爆 但是感覺在對岸好像是很嚴重的 聽說台灣還好啦 對 對 但是就是有幾個案例是比較嚴重 像這個11歲的這個孩童 這個持續發高燒 竟然長達5天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這個 A流跟B流兩個 通常只會得一種 會得兩種 蠻特別的 對啊 所以合併肺炎的梅漿菌 對啊 所以最近這個梅漿菌的感染 大家要小心一下 那當然 對於目前來講的話 大家這個 這個都有呼籲啊 說沒有必要的話 不要前往中國大陸那邊 對啊 注意一下 先打疫苗再去 這樣我就打了啦 我自己就打了 那東南亞也是有傳出喔 對神秘肺炎 那感覺應該是同一波啦 同一波啊 神秘肺炎不像 因為一開始武漢肺炎 你知道 現在後來講 後來就證明 證明為新冠肺炎 也是知道武漢那邊有個神秘肺炎 可是這個沒有 這個跟那個致死率差很多喔 沒有差那麼嚴重 可是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有老師講到了 我記得是玉凱老師講到 可是就算這個 不會致死 可是很麻煩 反而更需要 口罩 所以你看恆大後來就長很多了 好 老師我們來去看一下最右邊 最右邊來看 老師看到時候你要介紹哪些股票呢 對 恆大 康大蝦 對最近這個很強勢的股票 那就剛剛講的 這個口罩概念的 恆大啦 康納香啦 那還有在這個 所謂的抗生素上面 針對肺炎的 比如說松瑞藥啦 那以及近期比較強的這個美德醫 也是醫材方面的 這個近期都是一個很強勢的股票喔 好老師美女總算舉起頭 我以為她今天你這一趴 她不提問題了 平常都很早舉 今天特別晚 你說誰不舉啊 對啊 對啊 好走成甕迪 就是要特別晚 為什麼 人家只是很細而已 小兩口的事情 是可以舉啊 對 老師指標股我們就看恆大 對嗎 那如果說 開始把人轉為賣潮 我是不是行情就結束了 對 以口罩股的指標股來講的話 恆大算是一個蠻指標的 所以恆大比較重要對不對 對 那我今天反而是點康納箱啦 康納箱 因為康納箱近期來講法人買的比較多 那我們 這兩檔其實基本上現行差不多 對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股價 康納箱是誰買的 應該是法人嘛對不對 對 應該是外資 是外資還投信 我們直接看啊 9919的這個康納箱 對 下面換這個 外資和投信 看外資 你看外資啊 其實 之前就有點買超 這個外資啊 對 這個外資有時候是不是 有些是台灣的一種 本土的那個大部 有一個跡象 我們幫大家調一下融資 你看融資其實很明顯 對 融資喔 而且我們把它這個 放大一下 你看喔 他在什麼時候買 這邊 放大放大放大 在這邊 這個是什麼 第一根起漲點 而且他就買在這邊 你看他後面有買 所以生外資不會用農資買啦 對 或者是說其實 這邊來講的話 這算是一個 本土法的 主力用融資進去啊 你看他是 在第一根就融資爆大量 後面融資都沒有增加喔 也就是說後面 欸 基本上都跟風的 他就跟風 或者是他以量滾量啦 對 真正的主力就是在這邊 拱上去的 是一天 融資要7000多張 你跟我說 裡面沒有 大戶在裡面我不相信啊 而且就第一根 就第一根就噴出去了 這很明顯 我就在拱死他 然後沒有就拉拉拉拉 哇 老師那代表說我們現在是搬 大戶還叫吧 已經賺50%了耶 對 所以回到字卡上面 我跟大家講 這個康納箱來講的話 因為他這個前三季啊 我們看到字卡 對 這個前三季啊 基本上本業是沒有賺錢的 那 他第三季會賺錢 是因為他有所謂的這個 上海拆遷廠的這個補償費啊 加進來 才有維持貨幣 對 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這些目前都還是所謂的題材 而上漲 然後呢 你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 現在應該沒有東西可以拆了吧 對 所以你看 目前的這個卷資比 你看也飆到35%了 所以你看 這個大戶進來這邊 後面什麼 後面都嘎空啊 都往上嘎空 卷資比已經來到35%了 突破之前才11%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邊還是有嘎空的一個成分 以及融資啊 在這邊提前進場的一個原因啊 所以我認為這些股票 確實 你可以賺到一些短線價差 或者說當沖的價差 但是 健好就收是不是 對對對 就波段來講的話 先不用太期待啊 所以你看我們福利社 是不是又回到我們剛才三大保證了 告訴你 就算這個很熱門股票 可是怪怪的 我們都告訴你風險 風險 那這邊這種股票 用無日線來看 會不會太長 因為 回到27塊會不會危險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比較 激進一點的股票 所以我幫大家找了下一檔 下一檔 算是這個起漲第一根 那看到箱子 那你聞一下 聞一下 就是一個指標股 聞箱 然後下馬就是靠松瑞藥 那松瑞藥算是今天上來的 那松瑞藥來講的話 算是就比較直接 它是真的針對這個所謂的 這個肺原的 這個有這個所謂的抗生素啊 而且它是真的有在 有在賣 它9月10月的這個營收 是突破1元的大關 所以 在美的市場也突破2成 所以你會發現說 它的股票 是比較有這種所謂的基本面 那以及淹的這個 趨勢線往上來的 那目前來講的話 欸這個算都很正常 對 融資也算是 溫和的成長 對吧 那目前來講的話 所以它有抗生素 需要抗生素嘛 對啊 台灣的抗生素還是有效嘛 對 松瑞藥大家可以去留意 這個比較中低位階 在這個題材當中啊 是比較中低位階 那籌碼看起來蠻漂亮的齁 所以這個 還在持續買進的一個股票 第一欄分出去 謝老師介紹我們這些股票 謝謝謝謝 有沒有學到 有啦 他跟你講這些股票有沒有心動 有 對他有沒有心動 嗯 那個融資那個很厲害喔 喔好 融資很厲害 我覺得今天差很多 唉 陳老師有沒有感受到 忍受受的感覺 我覺得會不會有 什麼引擎 什麼引擎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引擎 事後必有引擎 喔喔喔喔 開車囉 開車囉 開車 老司機上車囉 所以謝謝Eason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想法 來他的Line 小老鼠M168168 記得要教喔 是很專業的分析喔 告訴你 哇五週資料 台灣股市連五週上市 接下來怎麼走呢 欸 有機會上萬八 萬一拉回更是要趕快買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華新科天域 是華新科之前你在福利社的時候 好像幾塊錢講的啊 好像已經講了快20% 我們來看一下華新科股價 老師您說 華新科我們在這個11月3號 跟大家分享所謂的集團股嘛 那我們那一天來講 跟大家講這個華新立華集團 還有威勝集團啊 所以你會發現說 哇真的是停不下來 威勝集團在這個 所謂的威勝 在11月份也是大漲 那華新科漲到今天也是 在創這個波亂新高啊 那我認為這邊華新科 絕對在12月份 還有這個續漲的一個機會 因為這個華新立華集團下面啊 欸華新本身 1605的華新 算是漲勢比較溫吞的 那我認為主要的這個量能 以及說在這個人氣上面 都是集中在被動元件啊 那當然華新科 或者說加幫啊 我認為這邊來講的話 12月份都還是有上漲的空間喔 好 下一檔 下一檔股票 下一個在這個天域 驅動愛心的嘛 對之前我們也是跟大家分享這個敦泰啊 那敦泰也是噴上去飆上去了 所以3545的敦泰啊這個已經漲了 波段已經漲了五成啊 超過五成的這個漲 超過五成喔 所以應該有快八成喔 對 那我還是持續看好這個所謂的驅動IC 對 還是持續看好 所以我認為這邊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會從高位階的這個敦泰啊 這個資金可能會流到一些重低位階 欸這個幅度啊 這個起漲幅度還沒有到很高的 比如說4961的天域啦 我認為這邊來講是有機會的 他前天啊 應該說昨天啊 這股價是有曾經看到三字頭啊 不過因為天域畢竟他這個整理很久了 所以上面是會有一些套牢賣儀啊 那我認為這邊消化完畢之後 還是有機會來往這個300元以上來做賣融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下一個股票 秦城跟耀華 好秦城那時候8月是有點久啦 可是問題是有些股票把人家爆比較久 所以我們FREASER越沉越香 老師那時候你要200元的時候 就有獎嘛對不對 是 沒錯 今天正式穿新高 那不錯 可是重點是老師 8月已經忘記了 我現在自然知道 接下來還沒有忘記可期 還沒有股價可以噴出去啦 好 不要忘記他有忘記 因為其實這樣講話 哇塞 他是什麼忘記呢 你發音要標準啦 不要什麼 不要忘記他有忘記可期 好好好 ok ok 其實我現在目前的講法跟 8月那時候的講法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他在8月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 領先知道說 他拿到的是 輝達的H100是不是的訂單 然後呢 甚至在明年的年增 有機會到7成 那到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相信應該陸陸續續 有這樣的消息出來 那也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他的股價創下了波段 甚至掛牌新高 所以如果就一個成長趨勢來說的話 這邊目前他叫做是掛牌新高 就是上檔烏鴉 那上檔烏鴉就沒有解套賣壓 所以沒有解套賣壓 他就會比較輕 所以在這種比較輕盈的過程之中的話 其實開始反映明年的旺季題材 我覺得是可以期待他繼續創高的 所以這是在情城的部分 那因為怕大家 怕追高股票的話 我們今天再幫他點另外一檔個股 是2367的耀滑 是 他是低檔的股票喔 那如果可以的話 把他的K線把它縮得小一點的話 會發現說其實他這一波的打底 是打了好久好久好久的底部 那為什麼我特別挑他的原因 是因為大家應該會發現說 最近的PCB都很強 比方說滑通很強 比方說電影頭控創新高 比方說高級也創新高 可是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樣強 主要原因是因為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很久 然後呢在苦了很久之後 好不容易切入到AI伺服器 然後好不容易切到像車用 那好不容易像車用 又切入到一些像是低鬼道衛星之類的 那2372耀滑的話 他這三個都有 那大家可以發現一下 他的一個K線齁 在9月20號的時候 和11月20號的時候 那都有兩根比較大的量能 就是那種比較像是突破 但是失敗的短線套牢量 所以他今天的股價是 正式突破了那兩根套牢量的 大概21塊半的附近的位置 所以只要下個禮拜 能夠守住21塊半這個位置的話 我認為他往上的空間 依然是很多的 因為他是打完底部之後 再把它縮小一點 你會發現說那個底部 真的很久很久很久的底部 好 謝謝 好久好久的底部 好久好久的 是股票有時候看比較久 你看清晨三個月 超很久 可是也不錯30% 我們這邊也有 伊晨老師剛才選的股票 華興哥三個禮拜時間 對不對 已經20% 因為都不錯 其實坐短坐長都可以 都可以 跟男朋友跟老公都任你選 好 一個短期一個長期的 另外一個是比較容易 一夜激情的 智源跟中行甚至我怕 他單衝都衝不起來了 陳老師 你現在是說誰 我嗎 怎麼可能 要開始證明給大家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千萬不要 結束了 結束了 證明完了 衛生紙 擦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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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換成這個周K線 然後下面還是維持成交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我們可以稍微放大一點點 我們去看 其實前面一個高點大概在400多 一點點這個位置 當時的量其實相當的大 那一般來講靠近前高量又多的時候 一般來說只要攻不過去套牢的賣壓一出來 這股票往往會反向的修正 可是我們最近有發現 他的量溫和增加的過程中 要去挑戰前面的高點 這就是一個明顯接力演出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訊號 等於就是接前面 從400當時大量的一個過程 繼續接棒演出 因為你看這一段時間 他的整理的底部喔 如果再仔細化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底部是越電越高 整理期的底部是越電越高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 底底高 應該是一夫當官萬夫莫敵的 強勁的一個噴珠喔 那在當然基本面的部分 他目前五個大客戶的訂單啊 NRE的 這種所謂 因為NRE他有個好處喔 就是 做ACY可是我幫你設計 設計完就沒有收 就這一筆交易就結束 但是NRE是 設計完以後 我的權力金還可以一直拿一直拿 這件事情是很不得了的齁 好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可以持續的參考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行喔 因為最近在講防疫概念 喔你看這個跟我一樣喔 又粗又大又直又硬 這個K棒我在講他的K棒 這個反應的一個 我跟你講中行啊 你就不要如果禮拜一大跌啦 對啊 又綠戴著帽子 又短 你可以嘴巴 好好講話嗎 你坐在那邊就坐著就好了 我們在分析解盤 你出來湊什麼都好 那你分析解盤扯到什麼 什麼又 我說K棒 K棒 K棒 K線 我跟你講 這樣子把它拉遠一點 不知道它看起來多短了 是是是 這個K棒 這個 原來大小跟距離的感覺有關喔 那麻煩一點可以再拉近一點嗎 沒有沒有就這樣子 可以拉近一點嗎 不要看起來那麼小喔 圈起來 圈起來 看起來很小欸 這找不到啊 這有點麻煩欸 你幹嘛只有自我介紹 C你看 C 好壞喔 欸 什麼時候中文寫那麼好 把你吸管拿出來 比他出了 你的吸管 你的吸管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剛剛在開錄之前 陳老師說 我們要喬那個桌子嗎 桌腳 不用 我又撐住就好了 對啊 我祝福你你身材沒在用手的 我想要桌子一直搖 不要扯遠的啦 不要扯遠好不好 不認真討論一下 好這樣子 認真討論一下 突破了 當然因為 站就好站就好不要那麼粗 不要那麼粗 再拉遠一點點 好這樣 我特別講一下 因為很多人現在在講 散裝航運在講的是 疫情的概念股 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個 正確的一個說法 請幫我找一下 BDI指數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找一下 BDI指數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準備看一下 BCI指數 因為中航基本上他是 台灣擁有海峽型 21萬噸 所以他是非常 他有龐大的海峽型的船隊 那因為 現在大家在講這個散裝航運 我認為真正的原因其實是兩個 第一個 現在就是 散裝的這個旺季 不要旺季 他有旺季喔 因為 基本上 偷人家在哏啊 蛤 怎麼了嗎 怎麼了嗎 你剛才有用過嗎 好像有 有 我忘記啦 我忘記你用過 我忘記我忘記了 那因為 冬天會動港 所以現在這個傳奇 大家很急的在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基本上我跟各位講一下 現在這個BDI跟BCI都大漲 BDI這一段 漲了一倍 我們看一下 這是BDI嘛 對漲了一倍 漲了一倍 好 那BCI漲多少 從2000漲到5000 是 從2000漲到5000 所以我這才是 2000到5000是一倍 2000到4000是一倍 2000到5000 我懂你意思 所以很猛 所以我覺得中行就是受惠這個海峽型 所以我覺得這一接下來 他不是一個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所謂的防疫概念 我看一下這邊藍色什麼線 BDI BCI BCI漲比較多 BDI BCI漲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 散裝這個力道應該 可能會比大家所謂的疫情概念再來 老師我們趕快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請教你 SCFI最新的報價 剛才剛出爐的 跟20056一樣乾出爐 我們freezer最乾出爐 所以我們搞笑的專業 老師SCFI的運價連續三週下跌 今天最新的數據資料直跌了 散一千元的 對 就我所知散一千元的 其實廠長壓迷往海都是在賺錢中的 對 那有沒有機會開始反彈 但是反程 已經很多人 萬機散 那個散裝或貨櫃的 我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剛才講到的動港的部分 他也會受惠 因為他一樣會傳奇會受到這個影響 那第二個就是 巴拿馬運河漲價這個 比較有利於 散裝貨櫃就還好 所以我覺得力道比較之下 散裝優於貨櫃 所以長航 中航有機會就是這麼長 然後繼續長下去 好不好 謝老師告訴我們 散裝大魚貨櫃 我們來看一下個單元 陳映老師的line 要介紹嗎 好啊 小老鼠GP520 那你講就好 好小老鼠GP520 記得夾起來 你剛剛介紹你也有氣無力的 依神老師就不是這樣介紹的 小老鼠GP520 GP520 好我們來看下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方你圈 圈圈圈圈 我想依神老師 你最近比較不喜歡 那個昆仁老師像這種 愛家的好男人喜歡嗎 不能得罪你 因為我是不太行 我是不得罪師母 結婚的不行 如果他死會了呢 活標呢 不用了 尚會了要怎麼辦 尚會了 就是他如果哪一天他 Single 那可能我都老了喔 我有兩個人質在我老婆手上 對 他兒子可能有機會 我是說他哪一天去Single唱歌 好啦 好 兒子有機會 阿兒子 兒子你還拜託 他兒子牙齒都還沒有長好 咬不下去 這沒有麻煩是 好好保養的嫩嫩的 12 差太多了啦 對啊 算你算 你看這時候12、18、19、20 差多少我不知道 算了 殘酷40 我們來看一下00500、0056 新增股 週末剛出爐 畢漲地獄再發揮 老師 到底出爐哪些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好OK 因為其實那個我們這個節目 非常非常的快速及時 因為他的0050跟0056的成分股 會在每個就是36、92的第一個禮拜五 去做一個公告 就今天嗎 是沒錯就是今天 收完盤後 對 所以你看我們很及時喔 超及時的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禮拜五的盤後會生效 記下來喔 是的 來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當所謂的 生效日之前 那會有什麼樣的走法 高股期只是會生效個五天嗎 對不對 高股期因為他們要調股票 所以他們會花比較多一點的時間去調整 因為他比較 他花的比較多時間去買 因為56跟878他已經有到2000多億了 所以他必須要多一點時間去做調整 可以 台灣50這次沒有新增成分股嗎 對 是的 是有後補的喔 對 原本大家猜說會不會四星被納進去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好像11月的時候吧 我們福利社也有 公姑 公姑啊 對不起 沒有我覺得還好 因為如果就 有到後補啦 對對對 因為他這一次的話 剛好在11月左右的時候 差不多在第47、8名的附近 對 所以原本大家在預期說會不會被納進去 不過沒有 所以他只有目前還是被列入在後補的名單裡面 包含像是四星KY 包含像廠航 遠東興跟創意 還有台灣高鐵 都是在後補 所以這一次的台灣50的成分股 是沒有任何的 新增跟刪減的變動的 是沒有很重要啦 就沒辦法搞頭了 你看中型的 那中型100的話不錯喔 他這次新增了幾檔個股 達發 中華還有神機跟企機 那同時間的話 也刪除了 宏大電 國票金跟加格 還有域名 這是在中型100 就是從第51名到150名的成分股的部分 那另外一邊的話可以看一下 在台灣高股息0056成分股 那分別新增了 正興 神機 中寶科 華新還有企機 企機這個是剛剛在100跟56都有加入的 這個date down我們等一下特別跟大家做說明 那另外的話呢 剔除的部分的話有 錦碩 域名 然後圍椅 跟梗鋒魚 這兩個股的話是被剔除掉的 好 被剔除掉 老師 不好意思 我們副立社還是有中一個啦 聽說只中一個而已啦 中哪一個 正興 正興有辦法 高股息裡面我們中的正興 好 不然就全軍覆沒了 我們副立社 其實這很難猜啦 上次878都選中很厲害 全中嘛 超厲害的啊 對啊 這次共孤 好 因為台灣50反正沒有 沒差啦 這個全部 這五個裡面有中一個 我們正式成功率 反正20 好不好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這難猜啦 這很難猜 真的很難猜 因為它是要含未來的股力的預測 對啊 因為它那個 0056它是用未來的股股股股股啊 那未來股股股到底是含什麼 因為人為的空間啊 因為它是用那個什麼研究機構去 那些什麼研究員去股股的 所以要看研究員的想法 對啊 可高可低啊 對 好 所以我有發現到有 好像有兩個是重複齁 我們看一下 左邊 華新跟企機對不對 是的 沒錯 企機這邊有重複的喔 企機跟 只有企機 神機也有嘛 神機神機對 神機也有 神機跟企機 這兩隻機記起來有列入 中型100跟高股息的 這兩個加持應該 產局率也更高一點 所以待會我們幫大家挑企機 而且我另外一檔 為什麼要挑企機 我還有另外一檔ETF也有企機 那檔ETF 對對對 這我聽得出來 是不是某本老師代言的 對耶 起雞皮疙瘩了 GP520 起雞皮疙瘩了 GP520 GP520 起雞 起雞皮疙瘩 起雞皮疙瘩 這次雞雞鼓大發神威 對神機跟起雞 然後起雞皮疙瘩 所以記得加我的GP520 我拜託阿們了 那算不錯吧 那時候你在臉書 我今天在臉書也幫你大力的拉抬 有人說 問我哲哲 我說他的功力甚不可測 甚不可測 甚不可測 就懶得測 好不要稱讚我 不要稱讚我 我只是小小主持人 老師我們來跟大家講 來 好 我們來看 打發中華起雞跟神機 兩個 兩個會不會真的在顯奇雞 哇 而且股票很好 股票在顯奇雞 股票在線神機 太棒了 這很紅色 而且都是中型100 也是 業力度高股息 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老師為什麼這很重要 好 我們來回測 對對對我們要看一下回測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過去幾次的富時成分股的調整的 新增的成分股的勝率喔 這是在3月份的時候是兩檔個股是 勝率是百分百 那當時的話是納入50的是有1605的花心 那期間的最高漲幅是從他公告一直到 從公告日到生肖日的話 期間漲幅8.7% 然後呢 100的部分的話是 8046的南電 那從他的公告日到生肖日的話是4.4% 期間最高就有可以落跑的點 對 絕對可以落跑的點 你一定可以買了 譬如你現在買了生肖以後 公告以後 然後到生肖之前一定有時間可以落跑 對一定有高點可以期待 對 這是3月份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6月份部分的話 他是勝率是90% 因為這個CDKY 當時的話是沒有高點 就直接在那個中間的時候是比較屬於偏跌的 可是其他個股都是上漲 都有 只有洗力啦 對對對 哪個人最討厭 洗力啦 只有他唯一一度可以跌 可以其他都漲嗎是不是 對其他都上漲 可以其他都漲喔 好多漲喔 他漲10% 這個巨洋18% 你看巨洋跟牛皮也可以漲喔 對 所以到目前只做一個貢估 對 因為高股息指數 就是0056追蹤的嘛 對 也差不多2000塊2500億啦 2000多億 他中心100的規模比較少啦 是不是有差 我就有差 因為他會有那種被動式的買盤 跟預期性的買盤 會推動他56的那個持股 而且你56 我這次犯的就是2500億 我就這樣買這些股票啊 他中心100那些 那個中心100的ETF 還好 其實還好 有差啦 所以你要記起來啊 高股息 的指數的成分股 新增成分股會大於 中心100指數成分股的漲幅 沒錯吧 是的 因為買盤的關係 被動式買盤的關係 老師有個美女趕緊急舉手 嘿 老師 我想問啊 就是生肖之後 他們的續航力有如何 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如果就有所謂的生肖日 應該說公告日到生肖日的時候 確實會有所謂的被動式的 預期性的買盤 有漲啊 但沒有漲 可是呢如果就有所謂的生肖日之後 會不會繼續漲 我覺得他要回歸基本面 基本面 前面是籌碼面的 前面是因為籌碼面的關係 那後面的話就回歸自己公司的基本面 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老師其實很認真去做研究 我們福利斯老師 每個帥就算了 搞笑 專業 通通都有 老師就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重點現在是吃他豆腐 可是接下來回歸到什麼 正道了 一開始激情 後面就是看兩個人相處知道了 好不好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前一陣子大概在好像2021的時候 把納入了友達跟長榮 結果他那時候生肖完畢之前 因為生肖前都是有漲 但是生肖後就開始崩 所以還是要回歸到基本面 這很重要 生肖前到最高點 對 生肖後 變成笑話了 好 這很重要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那9月的 9月的看一下 9月份的部分也是一樣 在50指數的 也都通通通上漲的 那分別的話是 智邦 維穎跟偉創跟光寶科 這個都是在50的部分 這是 這個是100 我這邊看一下 對 100指數的 100也有成功 100也蠻標的 因為那時候偏中小型的個股在發動 所以材料到陽明這些相關的個股 都有不錯的漲值 那材料到20% OK 好 好 先列入台灣科技指數 最早是我們再回測一下 再回看一下 所以你覺得這些股票 來 台灣50不必看得到 對 中型100 好 然後 踢除的 等一下也想看再看 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新增成分股 達8 中華 神機 起機 還有 高股型裡面的 56的 來 那個 2105 3005 神機 205振興 神機 中保科 華興 起機 這些股票老師 你要選哪一檔股票 好 我們今天幫大家選兩檔的 那 踢除股你自己看喔 好不好 對 中大電國票金 價格域名 那右邊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踢除股喔 好不好 蠻多就是 剛才陳彥老師介紹的那個 那個 BCI BDI指數 三個檔股票 都被踢掉了 不過我這樣講 合理喔 對 我覺得算合理 但是我們跟大家 點名的兩檔個股 會是納入的股票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 一檔是被踢除的股票 那為什麼要這樣選 我們直接看 我們今天的三檔股票 來看一下 因為聽說 就算被踢除也不用怕 踢除又反會漲 踢除還會漲 這檔代表真的是利空出境的對不對 對 那這個論點的話 待會跟大家做補充說明 我們先看低檔個股的話 是達發 那達發的話 他是聯發科的小經濟 那可以把它縮小一點點 聯發科一直買耶 對 把它縮小一點點 我們會發現這邊 這個是他的新貴的最後一天 結果呢 他在掛牌的正式第一天的時候 他竟然破發 等於你抽籤的人也賠錢 然後你那個成銷 當時去做近拍的人也賠錢 嚇死一堆法人了 是 然後呢結果他在這邊去做一個打底之後 在這邊 打底之後 這邊有一根漲停板 那為什麼這根漲停板 原因是因為 聯發科 他就公告出來 他有加碼 對 他說他買6000 不超過6000張的持股 把他的持股到7成 所以從那天開始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漲勢 那從那天開始的話 漲到今天大概超過兩成的漲幅吧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回歸到 所謂的 成分股的部分 和現在目前的行情的話 你可以用兩件事情一起來看他 因為成分股的生肖開始的話 這邊會有一些相關的被動買盤 然後呢 聯發科要去做加碼動作的話 也會帶來一些買盤 所以他現在會有 還有第三個 籌碼穩定 老師什麼叫籌碼 我先講可不可以 籌碼穩定 相對於嘛 比如說我假設我外面流通 只有100張 我買了10張夠不夠多 就很穩定嘛對不對 可是我外面有10萬張 我就這樣買個1000張 不夠嘛 老師那這個發行量 大部分都在聯發科手上 如果去查一下的話 他其實目前的持股 大概有68% 都在聯發科的手上 是啊 不能再高 那個68%裡面也32% 我又要中興100 又要買 對 然後另外再補充一下 因為前幾天的 前幾天的聯發科 公告出來說 他們真的買了1900多張 所以還有4000張的 潛在買盤 在聯發科手上 4000張跟中興100 一天股要追蹤他 哇 聽著我都想買 就籌碼面嘛對不對 留意一下 基本面應該不差啦 留意一下 這個我聽著我都興奮了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股票 好 下一張股票 下一張股票講的道理 來 下一張股票的話 就是我們的GP520 起機 對對對 起機 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因為它是這次是被納入到 那我摳零 唉唷 大膽預言啦 好 我支持你 被納入到中興100的成分股 是 然後它還被納入到0056的成分股 那它另外的話 還是00929的成分股 而且如果你去查一下 它的00929的成分股 大概有2萬2千多張 所以我相信這會有一個 共襄盛舉的狀況 就是大家一起買 因為它真的有高股息 它真的不管是過去也好 或像是未來也好 因為起機是做網通 那網通包含明年的基礎建設 甚至像是起機 它自己也在做擴產的部分的話 明年也都會開出來 所以它前一陣子 甚至在自己的法術會的時候 也有講到說 明年的營收有機會 上看年增10% 那這對一檔 穩健的個股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漲勢 所以包含了56 100或像是929的這些 被動的買盤的話 我相信會推升它的 股價上漲動能 好 謝謝老師 我們趕快看最後一檔股票 好 最後一檔股票 好 最後一檔股票 好 最後一檔個股的話 那最後一檔個股的話 是被剔除的喔 剔除剔除囉 這是圍影 剔除我還把它納進來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關係 因為它所謂的剔除是指 它剔除在0056的高股息的名單中 那所謂的56的話它是高股息 所以它不管它的成長的動能在哪裡 因為它只在乎它的未來的股息 發得好不好 所以未來的圍影的股息 可能不會發得很好 所以把它踢了 對啊 被踢到0056了 對啊 可是沒有關係啊 因為它未來是靠它的 營收的成長 成長 獲利的成長 所以它未來是一檔 我覺得它是一檔成長股 而非是 短期面它可能籌碼會亂掉 可是長期面就老實講的 要看到基本面 是啊 它的基本面是成長的 那就算沒有靠股息 沒關係 它一樣成長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謝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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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有學到東西啦 還有一檔股票我覺得不錯 中華 我們福利社常常跟大家講 哇 這個MG這個車子也不錯 中華不是 只是機車 那中華是什麼聲音 開車 怎麼發聲 怎麼是一樣 不會一樣嗎 好 好不好 我們至少有寫到東西的好不好 對 沒有得到又寫到 是的 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還有老師的Light也要加起來 小小鼠 D-A-R-E-N-888 記得我們每週一到週三 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一張五解盤影片 二次四交學影片 二次四交學影片 就來自咖 謝光鈴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re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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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神 遊戲 買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等一下 二月一周 瘋狂股市福利社 想先爆 開始搶 打 喔 哇 這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會只有誰 真的快點告訴我 沒提他不用 請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常不去是貿易中 喔 還能往看多看空 說下囚固 都有我奔 在你左右 快就奔 換一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打動 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到時候還想八點上線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freefree 快點 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freefree freefree